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煮一个 好饮又有益的红棗水 特别是我们女士们最适合喝的 我们来看材料 材料有 红棗, 龙眼肉, 角15粒 杞子1汤匙, 鸡蛋2个 片糖4份1块, 材料 就是这么多, 今次加上鸡蛋 可以当成糖水 不加鸡蛋也可以 我先处理材料 材料已经处理好了 首先 将鸡蛋煮熟 将鸡蛋冻水一起落 加少许盐在水里 将鸡蛋煮15分钟 小火 将鸡蛋煮熟 然后 红棗, 材料, 龙眼肉 冲洗干净 红棗, 去挖 用刀拍一拍, 挖 挖很容易撕出来 你可以用你的方法去挖 用红棗水 放入红棗水 准备4碗水 然后鸡蛋 轻轻轻轻轻 等殼壳裂开 然后加水 让味道滲入鸡蛋 然后加入所有材料 除了糖之外 全部都是冻水一起下 用小火煮滚 用小火煮滚了 再调小一点 煮半个小时 让它煮滚了 已经煮了半个小时 红棗水已经煮好了 在5分钟前加糖 捞鸡蛋上去殼 现在可以关火 连鸡蛋一起煮 就不会煮到鸡蛋全滴 今天这个红棗水就完成了 女人不煮就很容易老 要对自己好一点 大家不妨试试煮吧